大家好 我是master.com 新一期的特殊部队完整的测试 本期我们讲的是1984年版本的 白幽灵stormshadow 我们为什么是第九期来说这个人物呢 因为忍者通常会口口相传一个九字真言 来激发体内无限的潜力 那么中文叫做临兵斗者 接阵列在前 日语叫做 李女拓向 净列在前 好的 那么这个人物呢 他是一个忍者 什么是忍者呢 就是谍报人员 那么在日本的话呢 存在于镰仓至江户时期 也就是1185年到1867年 那么现在的话呢 比如像美国的CIA 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克格勃KGB 都是这个相当于忍者的现代的身份 好 那么忍者的话呢 忍就是瘾 我们中文里面说人瘾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忍者呢 通过学习忍数 来最终成为一个暗杀者 或者是一个情报收集者 那么忍者的话呢 是有严格的身体素质的要求 第一的话 体重就有要求 忍者的体重的话呢 最高上限是60公斤 为什么呢 因为忍者通常是要挂在房梁 然后看房里面 房间里面的一些信息 OK 用两个手指头啊 好 那么当时日本的房屋的话呢 是这个木质结构 如果身体过重的话 会把这个梁给它压断 所以说的话呢 忍者的体重不能超于60公斤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他需要经过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意志 来忍受痛苦啊 严寒啊 等等 好 忍者跟武士有本质的区别 武士的话呢 是要求你有一个武士道精神 那么舍身取义 忍者的话呢 是要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的性命 而传递信息 因为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暗杀 第二个任务的话呢 就是盗取情报 那么暗杀的时候呢 也是要忍辱负重啊 据说在日本的话 有一个忍者 在这个使逆当中啊 等了三天就为了暗杀一个人啊 那么武士的话 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好 这个人物的话呢 叫做白幽灵 叫做Storm Shadow 那么他的英文名字叫做Thomas Arashikage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日籍 叫做日籍的美国人啊 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 凯利福尼亚 那么他的名字叫做Thomas Arashikage Arashikage就是Storm 就是这个叫风暴 Kage就是影子 所以说的白幽灵的话呢 是他在一个日本的这个名字的姓氏的名字 就是白幽灵 OK Storm Shadow 好 我们介绍一点白幽灵的身份 白幽灵的话呢 他是一个日籍美国人 那么出生在加利福尼亚 在参居以后的话呢 他在美军驻东南亚的侦察部队服役 那么在越南的和蛇眼 潜行者等人 建立的非常深厚的友谊啊 之后的话呢 也邀请蛇眼来到日本和他一起训练成为忍者 那白幽灵的家人的话呢 其实是在日本世代的一个忍者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人物卡可以知道他呢 在一个家族里面 已经有三十代的这个祖传的人者这个职业了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他邀请蛇眼来跟他一起训练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蛇眼 那么不断的就是刻苦学习 最终超越了这个白幽灵啊 那么当时这个Hard Master 那么也是内定蛇眼的成为这个他们忍者族的一个首领 那这个时候呢 白幽灵跟蛇眼之间的关系的话呢 就有点分歧了 而蛇眼的话呢 觉得自己本身是一个外来人 人家这个白幽灵自己家族的事不想参与 就说呢 蛇眼就想离开 但是在离开之前的话呢 这个Hard Master 遭到了暗杀 那么这个书中代表是谁呢 杀的这个Hard Master 就是这个扎坦啊 扎坦的话呢 他这个以易容术成白幽灵的这个身份来杀这个Hard Master 就为了想这个嫁祸白幽灵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幽灵呢 看到这个人杀了这个Hard Master之后的逃向直升危机 那么他也就追上过去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白幽灵呢 杀了这个Hard Master 最后的话呢 是白幽灵和蛇眼之间的话也是由此啊 就是产生了一些分歧啊 因为扎坦在杀的时候用的手法是蛇眼的手法 而他穿的衣服呢 是白幽灵的衣服 所以说的话呢 兄弟之间就产生了隔阂 那么之后的话呢 他呢也是加入了衍生特征部队 那么作为这个指挥官的私人保镖来存在 那么最后的话呢 他们也是化干戈为羽博啊 那么最后白幽灵最后也是跟蛇眼一起来打这个扎坦 最后呢 他也成为了特征部队 好 是这么一个故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啊 那么这个角色的话呢 他是一个是一个忍者啊 白幽灵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文部分 好 名文我们看一下 名文是1984年给海志宝 那么这个角色的话呢 首先呢 他是一个呃 一个纯白色的角色 与这个蛇眼的话呢 就是一阴一阳啊 是一个兄弟的存在 有点像咱们那个就是风云 是不是 那么风云即会潜水游 对吧 那么九霄龙云惊天变 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的话呢 也是好像风云打这个熊霸一样 那么他白幽灵和蛇眼的话呢 一起去打这个扎坦啊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物的人物卡 好的 人物卡上面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Cobra Ninja 是眼睛射部队的人者 最后的话 他是成为好人了 他是成为特征部队的成员了 好 他的行动代号呢 是Storm Shadow 那么这个Storm Shadow白幽灵 他在这个手臂上的话呢 也是有一个纹身 纹身的解释的话呢 就是他的名字Storm Shadow 那么他军队的首要任务是Assassin 就是刺客 第二个任务的话呢 是收集情报 好 那出生地不小 其实他出生于这个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但是他呢 是日籍 他的家人都在日本 好 也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非常大的人者部落 那么我们知道 人者的话呢 在日本 其实最著名的就是贾赫和伊赫 那么当时日本有三十多个人者村 对吧 那么贾赫伊赫最为出名 好 Storm Shadow 他可以追溯家里的历史呢 有三十代人都是做这个刺客 所以他是祖传的 好 那么他可以徒手攀岩 非常这个陡峭的墙壁 并且呢 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移动 那么他可以忍受大家无法承受的痛苦 并且他可以熟练掌握长弓 武士刀 飞镖 以及双截棍 还有他是五种武器的八段的一个高手 那么这个最后一部分的话呢 是他对于这个家人的一些介绍 就是他们部落的介绍 好 那么他是伟大的一个文人者部族呢 已经消失了一百年左右 那么如果已经被人灭族的话呢 怎么没人出来承担这个 或者是享受这个荣耀呢 是谁灭的族呢 那么如果存在的话 又是为谁来服务呢 好 我们是看这个人物卡 看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物本身 好 首先的话呢 人物本身的话呢 这个人物是由盗版存在啊 那么盗版的话呢 就是这个KO版本 因为百五零的话 在国内的售价 包括在国外的售价 都是价格不菲 盗版的话呢 其实一眼可以看出来啊 那么盗版的话呢 是这样 那么怎么样一样看出来呢 就是在腰带部分 腰带部分呢 应该是黑色的上面 就是两个忍者飞镖和这个手里剑 OK 那么盗版的话呢 是这个中间的话呢 不是一个严格的 一个黑色的涂装 是有一个白色的缝隙在这里 那么这点的话呢 可以看出是盗版 如果是白色缝隙的话呢 一眼就是盗版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比较隐蔽 就是在手肘部分的话呢 如果这个地方是 镂空可以看穿过去的 就是盗版 第三的话呢 就是盗版的话呢 后面写的不是Hong Kong啊 而是China 那么三点可以看出盗版 第一 那么看这个腰带 第二的话呢 看手肘 那么第三个看呢 是看明文部分 翻过来看China 那就真相大白了 好 人物的配件 首先的话呢 它有一把这个 有两把 应该是一长一短 但我这里的话呢 其实就是只有两把长刀 长刀也不错啊 那么如果是短刀的话 就更好 武士的话呢 是一把长刀 一把短刀 那么长刀的话呢 是一米二 那叫做太刀 也叫做打刀 是用来杀人的 短刀的话呢 是用来豁自己的 抛斧叫做Hara Kili 忍者刀的话呢 通常是50厘米 到70厘米左右 是直的刀啊 是直柄的刀 这是忍者刀 好 那么 第二点的话 我们看这个双截棍啊 双截棍的话呢 包括双截棍 三截棍 都是这个日本的 忍者的必备武器 那么现在的 日本的警察的话呢 也会配备双截棍 作为一个酒用的 这个工具啊 OK 好 然后就是这个背包了 背包的话呢 是有这个 是有细节的刻画 首先我们看外面 是一个花纹 有点这个日本传统的 这个风格 其实还有一个弓箭 弓箭我还是有啊 应该再找一找 我有这把弓箭 弓箭是可以别在 这个地方的 好 背包打开 我们看一下 背包打开的话 里面也是有细节刻画 我们打开看一下 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的刻画的话 就是弓箭 这是一个弓箭的收藏 那么作为这个忍者的话 他是比较传统的 一个忍者 因为部族 有三十代的这个传统 他是不使用枪 那么只使用这个冷冰器 好 那么这个刀的话呢 如果有短刀的话 也可以在这收藏的 那么长刀的话呢 可以把它直接放在这里 进行一个刀剑的收纳 好 收纳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背在后背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酷炫的角色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人物本身 首先人物的话呢 整个的这个白色的处理 白色呢 他经过时间的话 会有一点点变黄啊 那么变黄的话 也有好处 因为如果是有点变黄的话呢 就肯定是正版的 不是盗版的了 盗版真的是雪白啊 好 那个人物 呃 通身上下的话呢 呈现出一个忍者的着装啊 那么这个呃 缩料制出这种古代传统的 衣着的这种质感都已经出来 比如像那种褶皱啊 包括脚部 那么这是脚趾分叉 也是日本传统的这种忍者的 呃 忍者的鞋 好 我们看一下头部 呃 感觉是一个包巾裹在这个头上 是个传统忍者的包巾 那么眼睛头部的刻画 如果是盗版的话呢 头会比较小一点 好 那么胸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呃 红色的眼睛舌的标志 那么其实这块人物的话 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意思啊 就是呃 白色加上红色 那其实就是日本国旗啊 因为这个漫画书的这个作者的话 就是一个日裔的人啊 那包括他把自己的形象呢 跟漫画里画的也是一样啊 所以说的话 也是这个国旗的颜色 好 忍者的颜色的话 通常有几种呢 通常有四种 就是黑色呃 黑色蓝色 这是基本的忍者 那么如果是白色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黑色蓝色是可以隐藏的 白色的话是对自己的身份 对自己的这个技巧 极度的自信 所以才是这种白色 就不屑于隐藏 那么呃 还有一种颜色的话 就是红色 红色忍者的话 通常是这个 比较喜欢血战到底啊 因为即便身上被割伤 对方也不知道身上已经流血了 所以说呢 红色是血战到底 白色的话呢 是极度自信 而这个黑色 包括蓝色 都是些普通的忍者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有武器的刻画 那么是两个飞镖 加上一个手里剑 如果我们看这个 活有忍者的话 应该非常熟悉 对这些配件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是现在是用这个 这个护腕来遮挡 如果在动画片里的话 没有换的话 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纹身的 纹身的话 就是这个白油灵的名字 就是storm shadow 好 这是一款 其实刻画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说简约而不简单 就这种简单朴实 还是忍者所追击的东西 我们把这个配件 我们装上 好的 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双截棍 双截棍的话呢 可以把它掖在这个页下 这样一个展示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白油灵 这个角色 白油灵的话呢 跟这个蛇眼的话 是两个必备的角色 是两个必入的角色 好 这两个人物的话呢 也在这个漫画书里 包动画片里的话 是有很多的之间的故事 另外的话呢 在动画片里的话呢 他的主要的 这个一开始出现的敌人 就是这个spirit 那个印第安人 然后在漫画书里的话呢 就是一直是跟蛇眼之间的 一个兄弟的纠缠 好的 这就是本期的节目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转发 那么可以在我的屏幕下面 进行留言 说你的这个玩具的想法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见